不得不說 這次台灣疫情控制的真的很好 但現在有一個問題 是沒辦法出國啊 夏天的台灣 真的非常非常難熬 我好想出去 最好是能夠滑雪 好在我有一個朋友 MOMOY 邀請我來他們的 室內滑雪學校 進去吧 MOMOY 好久不見 這是我們另外一位教練 你還沒化妝嗎 Vicky好 等下他補妝完 再出現鏡頭裡面 哇 裡面真的超級涼 哇好涼喔 好像化雪人一樣 哇 這個就是這邊的仿雪場 這個底下叫做仿雪場 那這個仿雪場有兩公分 其實它的容錯率算比較小 如果姿勢一錯一卡雪的話 就會跌倒 我覺得我摔得都很精彩 應該會幫助各位改正一下 自己不好的姿勢 最酷的是 它可以自由調整高低 從綠線到黑線 都可以自己調整 是吧 是的 真的假的 可以到黑線喔 真的 欸很誇張欸 黑線很快 好嗨喔 準備好了嗎 第一次滑雪的 換裝 安全的重要性 還有屁股 呼吸 等一下還有護肘 這邊全部都會提供 這邊冷到 有企鵝在這裡走 你看企鵝 不錯野生企鵝 挑板子在雪場挑的話 板子的長度會在鼻子 鼻子到下巴尖到這裡 不過那在這邊挑也是一樣嗎 在這邊挑的話 我們會落到胸腩位置 會比較稍微再短一點點 對 因為我們的帽牆大概是 季初的雪框 12月初的雪框 如果第一次來的話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會有專業的幫你挑 是的 沒錯 好 那我要一個可以飛的板子 行這個 就這張 起飛勒 一般呢 我只要拿到一個新的板子 我都習慣先試試看 這個板子最前面 我可以拎拎到多少 如果會跌倒就代表太多 那我就會再回修一點點 左右側邊 我的極限在哪裡 如果你跟我一樣過動耳的話 你就可以在屏路 先練跳上去摸板的姿勢 我準備好了 教練 對 這裡XFM很難喔 是喔 喔好 你可以踩 哈哈哈哈 他真的好像一直踩 讓大家測試一下 這邊雪框軟不軟 還好可以 我覺得比我想像風難很多耶 好難喔 不容易喔 不管你會或不會 有沒有學過 要出國之前 都先來試試看 這真的比認真上學場的時候還要難 如果你能夠征服這邊的話 你到國外滑雪的時候 你就可以省掉很大的時間在學習 你想想看 就算你五天的行程 第一天跟最後一天通常都會再travel 你只有三天的時間滑雪 那如果你又不適應的話 你會花一到兩天的時間滑雪 也就是說 你剩下真的能夠 enjoy整個學場的時間 你最多只剩一天 所以花點時間來這邊訓練一下 出國其實能夠省掉你非常非常多時間 還有金錢 我不敢說我自己會滑雪 但我覺得 我算是知道在學場上要幹嘛 即便這樣子 我在這邊還是點得夠吃屎 站起來 哇 新館啦 欸你好厲害喔 站起來 站起來 被打直 被打壞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太好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太好了 太好了 還不愰巧 太好了 太好了 快點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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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3小时的魔鬼训练 我终于好像在机器上抓到了S-Turn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需要扶着栏杆 因为它的感觉跟雪场 比雪场难非常非常多 只要一个动作稍微不扎实的话 你的板子就会卡在雪里面 然后就会跌倒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检视自己动作的平台 要感谢镜头后面的Momoi 邀請我們來台中滑雪 第一次滑雪 就進館 好了我們滑完了 要感謝今天的老師 MOMOI 歡迎來滑雪 老實講 我真的是非常的絕望 因為 剛剛在那邊真的是跌到變傻瓜耶 超慘 跌超慘 才知道原來自己錯誤動作那麼多 其實很多人就算 滑過真雪之後來到我們這台機器 它其實超挫折的 真的就像Daren一樣 他剛才滑完不行 整個就是翻白眼 因為這台機器它的容錯率 它真的超級低 但真的不要回心 因為我們有超多專業的教練 都可以去知道 你的錯誤率 所以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就變成這樣 出國滑雪啦 好啦 我們下次見 我是Daren 掰掰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忘了一件事情 到影片的下面 按到那個讚 頭也太帥了吧 點它有一個紅色按鈕 按下去就對了 你還有時間再看一支影片 我跟你講 這支影片 超級好笑 還有這支 這支影片 掉了 厲害了厲害了 不信你疊疊看 真的啦 你疊疊看 疊疊看 疊疊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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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